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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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三归一 恭请老师代念我们三归一 请大家跟着我念 归佛 佛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导师 大家一起念 自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你要秀出来 自归佛 法是增长我们慈悲与智慧的道路 自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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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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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精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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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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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生 归生 生是我们修持和谐与正念的共修团体 智慧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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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這個時間 就是很容易遇到塞車 所以今天因為塞車的關係 我們時間延誤了18分鐘 那麼跟大家說對不起 我們上個星期跟同學們特別介紹了 就是上上星期我在泰國參加了 地球信託論壇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論壇裡面 就是特別的呈現了一種理念 那麼這個理念就是希望說 人類必須超越人類自我中心的意識形態 然後尊重地球 並且人既然為萬物之靈 那麼我們應該要接受地球的信託 也就是說人類今天在地球上擁有這麼多的優勢 這麼多的特權 這麼多的一種優越的智慧 那麼這是一種責任的信託 因此我們不應該濫用這個特權 不應該濫用這個優勢 那麼更不能夠濫用這些優勢 而毀壞這個地球 那麼這個就是說 在這個當中我們上個星期 我也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在泰國 那麼有兩次的機緣 跟世界佛教大學的校長 這個阿尼爾博士 這是很難得的 就是說從2600年前佛陀開悟以來 那麼在今天全世界 可以說是人類的這個和平 之所系的這個聯合國 那麼有一個釋迦族的一個比丘 那麼能夠在這個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機緣下 那麼來發表他對世界和平 對人類的未來的 這樣的一種非常有智慧的建立 所以上個星期也跟同學們 特別推薦了 他從泰國前一任的聖皇 那邊所得到了一個訪問 叫做微笑波羅蜜 因為微笑是一切幸福的起點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覺得阿尼爾博士呢 就是這個世界佛教大學的這個校長 去年12月在曼谷呢 開了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就世界佛教大學的這個論壇 那麼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整個會議可以說是 環繞了這一張圖而呈現的 這一張圖呢 其實是來自佛教非常古老的 一個概念就是六道輪迴圖 我們去年上課就花了蠻多的時間 跟大家講六道輪迴圖 那麼六道輪迴圖裡面 會議我要完整地呈現 這個六道輪迴圖裡面呢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是什麼呢 會議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我要完整的 對好 這個六道輪迴圖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在這個圖的上面左右 它有日跟月 日月代表什麼 代表白天跟晚上 日跟月代表什麼 代表整個生命是不斷地在輪轉 不斷地在轉動 然後在這個轉動這個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時間之輪 而這個時間之輪也是生命之輪 所以這個圖 在英語裡面有一個翻譯叫什麼 the feel of life 就是生命之輪 所以這個是現在已經全世界 在世界的這個語境當中 已經成為一個現代語境裡面 大家熟悉的一個表達 這個首先我們看到日跟月 那我們看到還有一個很妙的 就是在佛教很多大菩薩 或者是這個佛菩薩 那麼它都會有邪式菩薩 譬如說 我們看到這個華映經裡面 講到彼盧遮那佛 那彼盧遮那佛 那彼盧遮那裡面 我們就看到會有普賢菩薩 還有文殊菩薩 代表一個是代表大智 一個代表大行 就是把智慧化為行動 所以就形成了彼盧遮那佛 這種華顏的境界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耀師佛的邪式菩薩是什麼 耀師佛的邪式菩薩 就是日光菩薩跟月光菩薩 那麼這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修耀師法門的人 我們就要注意到 智慧跟夜的生活的節奏的調和 不能作業電腦 這非常的重要 它都有它的一個很深刻的意義在裡面 那麼現在這個整個生命的人 整個人類從古到今 從佛陀的時代到現在 我們看到這個整個生命之輪的輪動 離不開日月 所以這是代表整個地球的正常運轉 人類的這個生命的可續性的發展 那麼要注意到日跟月的調和 而且是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有時間去海邊 你會發現海邊會有潮汐 漲潮跟退潮 而地球的漲潮跟退潮 全世界的海洋 我們地球上面70%是海洋覆蓋的 而地球的整個運轉裡面 這個潮跟系 竟然不是地球本身的運轉的結果 而是來自月亮的力量的牽引 也就是說太陽的光照到月亮 然後月亮的光它產生了一種 牽引的力量 然後來影響地球的潮系 這就多妙啊 然後為什麼初一十五要漲潮 就是來自月亮的牽引的力量 所以這個是非常具體的告訴我們 就是說整個宇宙 特別是在太陽系裡面 太陽 地球 月亮之間 它有一個什麼關係 共生的關係 Co-existence 所以這是緣起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智慧 我們看到阿尼爾博士 在去年12月的世界佛教大學論壇裡面 他提出這張圖 然後這張圖最妙的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講有日跟月 對 那麼怎麼樣去 在它的一個自然的運轉當中 去保持一種平衡性 保持一種平衡 保持一種和諧 然後保持一種能量的一種互動 同時在這個當中非常重要的是什麼呢 請你把這個圖給放大 請你把這個圖給放大 那麼在這個圖的這個當中啊 請看到最中央的地方 把最中央放大一下好不好 我們注意一下 我們在十二因緣的輪迴圖裡邊 整個圖的最中央是三隻動物 大家還記得嗎 什麼動物 豬還有呢 蛇還有呢 雞代表什麼 貪稱吃 代表貪稱吃 所以在整個友情的生命在六道輪迴裡邊 它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牽引 一個推動的力量來自什麼 來自貪稱吃三毒 所以為什麼說輪迴請問有問題嗎 OK嗎 謝謝讓大家這麼費心來支持這個課程的進行 所以你會發現六道輪迴圖 六道輪迴圖代表的是一種生命的負面的運轉 而這個負面的運轉在佛法裡面叫做流轉門 而整個佛教佛頭視線人間來說法 它的一個說法的最大部分為什麼 是要請你打字一下 從流轉門轉為環媚門 環媚是什麼意思呢 環媚門就是回歸涅槃的意思 回到涅槃的那個清涼的那個沒有煩惱的狀態 所以一個是流轉門 那麼就是向下沉沦 就是隨著貪稱吃的這個動能 然後不斷的向下流轉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到阿紐法師他的這個新的一個日月輪轉的這個圖 那麼他傳達另外一個正面的訊息 這個正面的訊息就是如何能夠轉向環媚門 那麼現在注意一下 這個是在二十一世紀裡面 人類的智慧的一種新的詮釋 新的一種方向的一個標誌 那麼這個方向標誌裡面 如果你從傳統所說的 以貪稱吃 以這個什麼 這隻雞代表貪 然後以這個蛇代表稱混心 然後以豬來代表魚吃 那麼以這個貪吃之後做一個人類的生命 一個輪轉的一個動能的話 那個就是流轉門 就是生命是不斷的不斷的向下沉沦 可是現在這阿紐爾法師 這位釋迦族的年輕的比丘 他要給這個世界帶來一個新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什麼 我們要走向環媚門 而環媚門的動能 請把那個圖的最核心的秀出來 最核心 有三個東西 最核心 再進來 OK 我們看到這裡有三個英文字 再放大一點點 OK 這個最核心的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三個英文字 S.E.P. 這個S.E.P.代表什麼東西呢 E.代表界 界定慧的界 S.Samadhi.代表定 P.代表潘雅 就是智慧Wisdom 現在注意 我們全人類正走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利點 我們要把整個宇宙整個法界 它的應轉的動能 要從貪稱痴 轉為界定慧 就是由貪稱痴 然後來推動這個流轉門 而這個流轉門就是生命的沉淪 越來越多的無明 然後帶動越來越多的貪 然後更多的貪的話 因為貪心的挫折就引起更大的稱恨心 臭敗感 稱恨心 所以貪稱痴就推動流轉門 而且轉得越來越快 反過來說 界定慧就是要來推動這個什麼 還妹們 然後讓生命有更多更多的 我們前面反覆提出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在余學士地論人們提到的一個概念 叫做當下內盤 這個內盤不是要期待來世 這個內盤不是要等到我們死後 這個內盤是在我們生命此時此刻此地這個當下 當下我們進入那種和平的寧靜的安詳的狀態 步步安詳 步步安樂行 所以我對去年阿尼爾法師 他提出了這個概念 而且提出這一張圖 我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敬佩 我覺得非常受到啟發 而且這是全人一起努力的方向 再回到那張圖 然後你現在注意一下 就這一個圖 從這個界定會 然後它開展出八個面向 這八個面向 好請 這八個小圖再秀出來一下 這八個面向就是八正道 以界定會為核心思想 以界定會為我們的核心的這個價值 然後你會發現 第一個 從界定會為你們 你第一個要開展出來的東西 是什麼 正見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有一個人在這個圖的 對他什麼 腦筋靈光 靈光一閃 你看 從小物到大物 從這個 從這個 這個 見物 然後見面能夠頓悟 第一個 你看這個圖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一個人 你看他靈光一閃 然後表示什麼 正見 建立起來了 正見就是明 所以那個生命的 智慧的燈亮起來 然後 ok 有正見了 然後有了正見之後 接下來什麼 你看接下來這個是正思維 正思維 我們這個班上 就是有一個同學叫正思維 不過他是正成功的正 然後呢 這個思維就 你們是同樣兩個字吧 思維對不對 思維菩薩斯嗎 居安思維的思維 我們要有幽幻意識 但是幽幻意識不能太過度 ok 還是用這個八正道的思維更好 那麼這個八正道裡面的思維 我們講過 這個思維後來正思維 到了玄狀大師 我們翻譯說政治 就是正確的一種 自向 也就是正確的決心 那麼 所以這個時候接下來 正見接下來就正思維 然後 我們再看第三個圖 思維的維打完 所以請注意 這個思維不是思想的意思 這個思維在這裡是完全就是什麼 決心的意思 然後接下來有了這個 我們再回到第三個圖 第三個圖 第三個圖代表什麼 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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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講話 有四種口頁不能換 避免四種負面的口頁 這四種負面的口頁是什麼呢 妄語 口頁裡面最糟糕的是妄語 就是說謊 說謊是會不斷去造作很多負面的異形 而且因為妄語就會造成很多人以前之間不必要的誤會 是非 然後分類 對立 甚至造成團體的毀滅 特別是在生團裡面 在共修的團體裡面 這個妄語是特別可怕的 所以不妄語加上什麼 不奇異 就是不要說那種 殘媚 討好 然後這種表面的風光的這種話 不奇異 再來呢 不餓口 不要用粗話去傷害別人 這個不餓口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不餓口不但是代表一個人的一種人文的素養 涵養 不餓口更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餓口是一個人的稱恨心最直接的弦路 如果我們不能停止我們的餓口 就表示我們對自己的那個稱恨心的平管是不及格的 然後再來 第四個是什麼 不兩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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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動物是兩蛇 我們以前講過 蛇是兩蛇的 因為什麼 因為調剝離間 在人與人之間製造一種調剝離間的話 所以造成人與人之間沒有辦法信任 造成人與人之間會因此產生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衝突 所以 正義就是告訴我們四種惡口也不要去犯 其實佛法回歸到一個最簡單的地方就是這個原則 所以從正義接下來那個惠禮你可以把它標下順序嗎 我們第一個是正見 請你標一個一好不好 好 那第四我們回到那個圖 我覺得這個圖會加強我們的影響 它那個圖畫的真是好 來 這是什麼 正義 做好事 要做對的事 懂嗎 所以就是正義 不要去什麼非禮物事啊 非禮物言啊 這個非禮物動啊 非禮物聽啊 所以Do good 那麼這個是第四個 正義 然後第五個 我們再回到那張圖好不好 來大家看第五張圖這個 它代表什麼呢 OK 準時上下班 那這代表什麼 正命 就是我們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那麼要扮演你生命中的一種 正確的一種生活的方式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一個倫理規範 在家人有在家倫理的規範 那麼這個就第五個 就是屬於這個正命 好 然後第六個 來我們再回到那個圖 請問這是什麼 正經濟嗎 我們跟後面那一張圖做比較 正經濟 正經濟 但是這個正經濟這個圖 我覺得還可以稍微改進一點 我的意思說 它表現一種精進的時候 就是 我想還可以再研究一下 我們下次跟阿尼爾博士再推銷一下 我們也希望 我想應該還會有更好的表達 因為這個東西是可以商量的 我向大家做個建議我來轉達 也許有可能我們請他到課堂上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麼第七個是什麼呢 同學們 正念 正念其實就是 保持一種正確的覺知的狀態 正確的覺知的狀態 所以第七是正念 然後第八 回到那個圖上 打坐 就是要修正定 也就是進入聖聲聖聲的禪波羅蜜 那麼 現在你要注意 這一張圖的核心是戒定慧 OK 大家記得了嗎 戒定慧那意思 來 戒定慧 大家一起唸好不好 戒定慧 然後我們再回到那個圖 然後請大家把這個圖裡面的八個重要元素把它唸出來 請慧琳來戴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慧琳第一個 第一個 是正見 第二 你要讓大家來講 來 那個把它再放大 一個一個放大 然後請大家把它說出來好不好 第一個是什麼 正見 就叫破無明 所以那個一燈能破千年暗 就叫破無明 那麼 這個一燈能破千年暗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六祖大師 這個很重要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大家隨時記住 修行的 第一個重要關鍵 就是一燈能破千年暗 所以隨時要找到 找對開關 然後開關一按下去 燈亮起來了 那麼就這個明 可以破無量世以來的無明 千年暗 不是用掃把去掃 而是找到開關 找到明的開關 那麼它就亮起來了 第二個是什麼 那個我要請那個 明正兄來說 第二個是什麼呢 鄭思維來 那個 這個應該請四位菩薩來講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什麼 鄭語 大家講出來好不好 第三是什麼 鄭語 第四呢 鄭業 這個鄭業 我覺得用英文的話 變成只有講英語的人看得懂 所以還可以再努力去 研究怎麼樣有更好的一個 直接的表達 好 然後接下來這是什麼呢 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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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個正命是特別重要的 就是說 當我們決定 我們要追求佛法的這個正見 然後有正思維要去走佛地址的這樣一條 生命的正確的道路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選擇的生活方式 特別是你選擇的職業 就特別特別的重要 你生命中要追求的我的生命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學佛的佛地址要記住 絕不從事邪命的工作 譬如說賭博就是邪命 販毒就是邪命 從事那個詐欺的行業就是邪命 招搖撞騙就是邪命 所以這個正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平反的人 但是我們絕不會因為要貪圖名利 而去從事邪命的工作 然後再回到圖 第六個正經鏡 有四種正經鏡 正經鏡不一定說我要選擇一個東西 然後我很努力 不是 正經鏡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是本來不好的行為要停下來 不善業要馬上 覺知之後馬上叫它停止 然後第二個呢 善業呢 就是我們用那個傳統的表達 以生惡令止 以生惡令止 然後呢 為生惡怎麼樣呢 令不生 然後呢 以生善令征戰 為生善令生 所以我們作為佛弟子這種 這種善惡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 善惡的判斷非常的重要 我最近喔 我最近喔 有機會呢 把我們過去很多集的這個 智論清華108呢 一些錄像的檔案呢 那麼挑一些出來看 就發現三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這個錄像是那個鏡頭的轉移 我發現這個鏡頭的轉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個課喔 有很多的地方要靠投影的字幕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配字幕 而且我們每一堂課都是即席上課的 所以那個鏡頭長鏡的事情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而且有時候那個鏡頭就在那個時候 欸 剛好就對過去了 哇 這個太不容易了 我們很感謝那個基金會的一位師姐 他負責這個就是我們後製 就是有些簡介 那麼有些地方 譬如說我會催著洪君菩薩 慧靈菩薩 這個地方趕快製著重新打大一點 什麼之類 他就把這些廢話呢 跳過去了 這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為大家節省很多寶貴的時間 所以第一個我發現說 喔 這個長鏡是一件大事 第二個 音響的掌握 有時候譬如說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請一些善知識 到課堂上跟大家分享開示 那麼有時候覺得很精彩的東西 但是呢 有時候可能那個音量不夠 或者突然有些雜音雜訊 那麼這個音響的掌握 我覺得這個音聲做佛事 這個聲音的掌握 音量的掌握還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那第三個就是我學課堂上的分享 我們最期待就是在課堂上 特別是今天有很多同學可以到課堂上來 課堂上的幾次分享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同學之間我們彼此的互動 那麼我覺得這一部分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做的比較少一點 我還是非常期望 你看那個佛經裡面 我從我開始學佛 我讀了經典到現在 我最感動的一句話是什麼 就是常常有一些菩薩 或者弟子們呢 向佛請問問題 佛德總是帶著一種 無限的讚嘆的這樣說 乃能為後世眾生問以如來 就是說你今天問的問題可能是 後世的眾生他很想問的 可是後世眾生他沒有參加這個 現在這樣一種對話 那麼你問的問題是對後世的眾生 就有非常大的這個幫助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課堂 就是真的很感謝大家這麼樣的用心 那麼尤其是我們過去有好幾次 請了一些善知識到課堂上來分享 那麼那個有時候鏡頭的轉移 什麼那個是特別困難的 難度特別特別的高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如正兄長進的這個次數最多 特別感謝 然後譬如說 像這個我們好幾個同學在課堂上 在朗讀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其實不應該去評論誰念的最好 但是我們幾個同學念的真是好 我有時候這樣聽人家 我自己都很陶醉 我譬如說我們這個念的最多的 因為惠寧負責那個投影跟寫這個版書 所以惠寧念的比例是最高 大概可能佔了一半吧 然後我們那個王師兄還有那個啟人菩薩 還有我們那個有幾個同學 那麼在課上我們點名的時候 大家都很用心的念 所以這一些對大家的貢獻都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雖然說我們目前又是一個同步直播的課程 所以並不是很多同學都在教室 但是透過這個直播透過這個 包括說我們錄影之後還可以 大家隨時可以點閱就是播放 我們這個課程在聽課程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已經有的數字大概 每一次的上課大概點播的人都超過一萬人以上 而且散佈在各地 像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在這裡直播 美國也有同學同時同步在看 然後還有來自西安 我們還有來自五台山附近的法師們同學們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課真的是很感謝眾元和合 眾元和合 我們不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體 但是我們為了讓大致多人讓剝落這個智慧 能夠跟全世界乃至於未來的很多的 這個有緣的眾生能夠結緣 真的很感謝同學們的參與 這非常非常感謝 我們再來看到剛剛講到那個正經鏡 下一個這個是什麼呢 同學們正念這個圖我特別欣賞 因為什麼就是代表第一個 你的心 你的心地功夫守得很好 所以守住你的心就是守住你的正念 而且照明當下 照明當下 然後你看那個好像頭上這個頭上面有放光 代表什麼 覺知 覺知之光 然後再來這個正定 這也是告訴我們說定 久坐必有定 這個禪坐的功夫還是不可缺少的 可是要記住 我們講禪波羅命的時候 我們講禪定 不是只有打坐 我們後面還有跟大家講 坐是四種威夷當中 就四種姿態當中 比較可以持久的 而且比較可以跟禪定相應的 但打坐不是唯一的方式 真正的在佛陀的時代 禪修的最重要最基本的 一個最平衡的一個架構什麼 就是一個是坐一個是行 就是坐禪還有行禪 而且必須動靜配合 動靜平衡 動靜交叉為用 所以你看這個在禪堂裡面 我們打七的時候 做各種禪修功課的時候 我們很重要的是什麼 每一次做完一支槍 要行相 而且行相是要讓全身的氣血動起來 所以你這個行相之後要什麼 走甩右擺 那麼為什麼要走甩右擺 就讓你身體的氣血可以動起來 這樣才不會出問題 身體才不會出問題 那麼我想 我們現在再回到這個圖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從 界定位為根本 然後開展出八正道 OK 然後從這個八正道 然後再開展出來 最外面第三圈是什麼 就是聯合國給全人類 現在指引出來一個 人類幸福的十七項重要指標 十七項目標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把這個圖 貼在課堂上 我們也想未來我們上課的時候 這個圖也能夠在這裡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是全人類一起要進來 然後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個課堂上 把這個提出來 因為未來全人類的十七項的幸福指標 記住 離不開界定位 離不開八正道 而這個八正道的事當中 你有沒有發現 八正道其中有幾樣東西 譬如說 界 我們剛剛講界定會 對不對 然後界定會就包括證語 包括證命 這個是什麼 屬於慈戒波羅密的範圍 慈戒波羅密的範圍 然後來請那個會 你把那個八正道那個再圖 再把它放大一下 有沒有同學可以看出來 這裡面什麼東西 會跟布施波羅密有關 請問 證語跟布施波羅密有沒有關係 有啊 我們王師兄第一個點頭 因為言語的布施 那是莫大的布施 言語的布施可以給人鼓勵 可以給人生命的肯定 對不對 然後你看那個正命本身 我們用一種正命的一種 就是正當的一種生活的方式 我們對社會做出貢獻 做出正面的貢獻 這也是布施波羅密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們再看呢 譬如說我們這個當中 還有哪些跟布施波羅密有關 那個慧靈 你認為那個正定跟布施波羅密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正定會跟布施波羅密有關 因為你在做布施的時候 因為你在做布施的時候 那個後面所依止的就是 那個正定 紅軍 你認為正定跟布施波羅密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因為正定本身帶給人家祥和 跟一些安全的布施 明正兄 你認為正定跟布施波羅密有沒有關聯 秋北師兄 我想剛剛洪軍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因為正定所以你可以散播祥和的氣息 最重要是什麼 因為正定本身它代表一種不侵犯的精神 就是無畏布施說得好 這個就是我們布施波羅密當中 三大布施當中一個 有一個東西叫無畏布施 這給人家一種安全感 那麼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回到這個圖 請問一下這個八正道裡面 有什麼會跟我們六波羅密裡面的安忍波羅密有關 請惠琳來第一個說明 對 正宇跟安忍波羅密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有 你很篤定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不忘語 不祈語 然後不餓口 然後就是不兩舌 那其實這個都是在安 就是說都是在那種安忍 安忍的一個一直在安忍 你才會能夠做出這樣的一個正語 正語 因為我們講安忍波羅密的時候你要知道 安忍波羅密的核心精神三個字 叫做不動心 心不動 因具足安忍波羅密 所以安忍波羅密的一種體現 跟我們說話的態度關係非常密切 說話的態度 說話的內容 說話的這種 對人是不是有一種尊重或者是一種負面的這樣的一種衝擊 我覺得是都有關聯的 再回到那個圖 洪軍有沒有補充的 你認為安忍波羅密跟這個巴正到底有沒有哪些項目特別有關的 第一個想到的是正定 正定 還有呢 正精進 我倒想請教那個魯正兄 你覺得他跟正念的關聯能夠舉例嗎 教貝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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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是有貴氣吧 我們這樣講 在巴正道裡面 最重要的動能 就是正念 離開正念 巴正道都不能實現 因為巴正道裡面的正念是騙在一切處的 騙在一切實 騙在一切的因緣當中 因為什麼 因為正念是強調你的覺知 你的生活裡邊保持覺知飽滿的狀態 那個就是正念的生命 正念的生命 那麼我想我這樣講的意思 我不斷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是因為我要讓同學們知道 這裡面講巴正道 可是同時也在講六波羅蜜 但是巴正道是在傳統上 特別是在南傳佛教的背景 它更強調是一種自我約束的行為的自我規範 可是六波羅蜜更重視你的人際關係的開展 也就是說 巴正道是把界定會再加上了 不是波羅蜜 廣節善緣 再加上了安忍波羅蜜 就是人際關係的一種尊重與包容 然後再加上精進波羅蜜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六波羅蜜的推動當中 精進波羅蜜代表不畏輪迴 就是我們不畏懼輪迴 因為你要行菩薩道 你要圓滿佛道 必須要不斷地經過輪迴 去圓滿你很多重要的修行 所以這個沒有這樣一種對輪迴的無畏 對輪迴的不畏懼 我們圓滿不了這個菩薩的這個 六波羅蜜的修行的 所以我在這裡要強調是因為 我們阿尼爾法師呢 他是南傳的背景 因為他似乎就是南傳的背景 但是我們因為 從大正的背景來看的話 我們更要強調 巴正道跟六波羅蜜 互為表裏的精神 所以我想呢 我今天在針對上個星期的課呢 在做這個補充 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我們休息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談 很重要的一個禪修 一個非常基本的入門的貫徹始終的修行要領 我們前一段時間花了好幾次的這個時間 跟同學們來探討 就是中國禪中裡面的看化禪 這是目前我想對看化禪一個比較全面性的 也是比較直接的一種 從課堂到禪堂一個實修的一個報告 那麼我們現在還是在上個星期上課的時候 我特別提到一個觀念就是 實法與方便莫忘根本 我要說明一下呢 看化禪從印度傳到中國來 我特別引述了東美先生的一個思維 就是印度的佛法是根本制 來到了漢地開展出來的中國化的這個佛法 特別是在禪中的開展這一方面 那麼這個是屬於後德制 一個是根本制一個是後德制 好我現在再進一步說明一下 根本制就是實法 後德制就是方便 所以莫忘根本的意思就是說 你最後一定要回到實法上做功夫 沒有方便我們也進不了實法的境界 而且放入不了實法的一個全面性的效益 所以我們現在講了這麼多 不管是念佛法 而且我們可能過一段時間如果有機會 還要跟同學們來探討 在漢傳佛教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法門就是準提法 特別是在唐朝以後 那麼準提法的這個修辭是 在漢傳佛教裡面可以說佔有很大的一個影響的一個比重 所以這一方面 那麼我們無論怎麼樣 夢望根本就是說你不管怎麼樣談這個禪波羅蜜 你不能離開根本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今天一直到下個星期 我想我們要把重點就是放在實法 也就是根本的這一部分 或者用中國禪中的話來講就是說 如來禪與祖師禪 像看化禪那都屬於祖師禪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如來禪這部分就是來自印度的 非常圓圓本本的那個彰顯那個禪波羅蜜的根本制的那一部分的實法 所以我底下想要勞駕我們那個王師兄 來為大家念一下 請你到前面來 好 第五章修行方法 修習止和觀 是為了獲得洩脫 也就是擺脫束縛 是什麼束縛著我們呢 首先是落入思念的狀態 這兩個字打出來一下 這是關鍵字 就是我們為什麼 被束縛呢 因為我們失去的正念 再一倍大吧 這個字要放大到如雷灌耳的那種效果才行 這雷聲不夠大 好 現在雷聲夠大了 好 OK 喪失了正念 我們就活得如在夢中 我們被拽回過去 又被拖向未來 我們被自己的憂愁 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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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和恐懼的感受所束縛 在這裡 卸脫的意思是 為了活得完全清醒 喜悦 精神煥發 輕鬆安詳 而超越 和拋開這些煩惱的因緣 這樣活著 這樣活著 生命才有價值 這樣活著 我們就能成為我們的家人 與我們共住的人 以及我們周圍人的喜悅之源 佛教經常提到 懈脫 也就是超越 和擺脫生死 我們感受到 死亡的威脅 有多少不安和恐懼 是因畏懼死亡 而引起來的啊 禪羞 能夠使我們擺脫 這些不安和恐懼的智庫 下面是一些把 安班守益經 付諸實踐的具體方法 好 很感謝那個王師兄 現在念的前面這段音言 我們現在要跟同學們分享的就是 整個佛法的修行 特別是禪波羅蜜的根源 就是安班守益經 而安班守益經 就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 巴黎文裡面的 安班守益經 安班守益經 這部經的中文翻譯 然後這部經在 可以說是 從印度的佛經翻成 中文的佛經裡面 最早的翻譯的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有四種不同的譯本 如果你仔細的 研讀這個一行禪詞的著作 你會發現 它所有的著作 都離不開 安班守益經 那什麼叫安班呢 安班就是 安阿般啦 就是呼吸的意思 安阿般啦 然後守益經呢 是守住你的正念的意思 就是通過呼吸 然後保持完全的正念覺知的 這樣一部修行的經典 所以我們現在跟同學們談到這個 我們引述的這個當代 就是二十世紀裡面到現在 那麼八位 實修實證這個 看化禪的這個善知識 這個可以說呢 我們這個 這個線拉得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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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記住 這個基本上是方便 我很怕同學們 這個線拉太長然後呢 像斷線的風箏 這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把大家拉回來 拉回到最根本的 整個佛陀從印度傳到中國來 最根本的一部修行經典 也就是禪伯倫密的根本修行經典 就是安班守益經 也就是安阿般啦斯塔提シュトラ 這部經 也就是大念促經 或者是正念 大正念經 這一部經典 所以我們要把這一部的十六種修行的要靈 跟同學們做一個溫習 請那個王師兄繼續 然後後面我還有一段要請我們那個 那個啟人菩薩來幫忙念 你先不要急 我想先讓王師兄來幫忙一下 謝謝 下面是一些把安班守益經 付諸實踐的具體方法 這些方法被用一種簡單的方式表達出來了 他們與本經的精神是一致的 請使用適合你當前處境的任何方法 並首先休息這些方法 儘管休息安班守益的十六種方法 彼此之間是緊密聯繫的 但是經中所列出的順序 並不一定是一個由易到難的發展過程 每一種方法都同樣美妙 同樣容易 或約同樣困難 然而我們可以說 前面的教導更側重於指 而後面的部分更強調官 官更強調官 而後面的部分更強調官 當然 指和官 不可能脫離對方而獨自存在 如果有指 就已經或多或少的有關 如果有關 自然就有指 下面所提示的觀照主題 可以分為七類 一 在日常生活中隨喜 消除思念 和不必要的思慮 請把隨喜兩個字放大 現在這個隨喜在這裡強調是 隨著你 這個喜就是呼吸的意思 隨著你的呼吸回歸正念 所以這個是現在這一行禪 這整個解釋的重點 然後記住 我們後面會一項一項的 跟同學們來談十六種 怎麼樣修習正念呼吸的具體方法 十六種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拜託那個主政菩薩 就是下個星期 因為2011年一行禪 就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五日禪 是我們主政兄主辦的 辦得非常的成功圓滿 一行禪也非常非常的滿意 然後那一次最幸運的是 我們錄下了完整的一行禪詞的教學 那麼雖然當時我們客觀的環境 就錄音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要求師父說 你拿一支隱藏式的麥克風 然後我們那個錄音就放在你的旁邊 所以會有一些雜訊 但是我反覆聽了很多次看了很多次 我覺得效果還是很夠用的 那麼我們現在繼續來跟大家講 第一點就是說 十六個修行的具體方法當中 有七個綱領 第一個綱領就是要打破 在生活中要隨時為什麼 要打破失戀 就失去正念 然後不必要的思慮 那麼這有兩種方法 這裡面就包含兩項 然後接下來請念第二項 二 觀照身體 這是方法三 所以你記住 用功的藥靈 就整個禪不如命入手的地方 用功的最基本的藥靈 第一個是隨息 那麼這個跟我們前一陣子 開始跟同學們談的 那個小指觀是一樣的意思 小指觀是可以說 更多一些是來自於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漢傳的方法就是屬習 但是我上次也跟大家說過 在印度的原始佛教裡面 沒有提到屬習這個方法 但是我跟大家講 實法以方便嘛 就多這個方便 在漢地 反而大家覺得很容易受用 很容易上手 很容易上路 那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回歸到印度佛陀 最原始的教學 反而他強調的是什麼 是隨習 那麼等一下就會具體的 跟同學們來談 沒有屬習 但是隨習的時候 你怎麼會用功 而且這個用功的方法 你可能你會發現 在你實際的用功裡面 好像更輕鬆 非常會上手 這個裡面的那個差異 我慢慢會跟同學們再來做說明 所以現在請記住 第一個要學習的是 怎麼樣打破失去正念 然後第一個用功的方法叫隨習 第二個 一醒禪詞這裡歸納得很清楚 叫做觀照身體 也就是在四念處裡面 第一個要修學的叫做深念處 深念處 所以你會發現 一醒禪詞把這個安班手藝經 歸納下來之後 他第一個要跟我們提醒的是 隨習的法門 也就是隨習而保持正念這個法門 然後第二個深念處 那麼我們將來在大致頓第十九卷的時候 就會講四念處 就會具體的跟從 那麼 因為龍術不是要講四念處 又講得更細 然後體系又更大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段 今天跟我們下個星期 要講的這一塊呢 是非常基本的 就你抓住這個鋼以後 就萬變不理其中 好 那麼 這是第二個 有沒有打觀照身體 就你接著 隨習後面要打一個觀照身體 好 那麼再請王師兄念第三類的用功要領 三 實現身心合一 方法 四 四 以禪月來滋養自己 方法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三我們要一個一項一項很清楚的 就是要實現身心合一 這是第三個 第三類的要領 有時候我們身心是分離的 而且現代人最大的病 就是身心分離症 所以身心不協調 不平衡 那特別是你今天一天到晚 這個玩手機 變成手機控的 你的身心是分離的 一定有身心分離症的這個 嚴重的現象 而且惡化的現象 所以第三個就是要實現身心合一 那麼這個在我們的方法上 就是第四種方法 所以從一到三 已經有四種具體的用功的要領 然後我們看到第四類 四 以禪月來滋養自己 方法五之六 五與六 五與六 五 觀察受 方法七與八 六 這個還是一步一步來 我們不要急 六 控制心 五 使心得到卸妥 方法九與十二 七 為了觀照諸法之本性而進行觀察 方法十三與十六 七四類的這個方法是強調禪月 也就是我們從一開始跟大家強調 憲法樂助的這個原則 這一點我現在再提醒同學們一次 離開了喜悅的心沒有禪波羅蜜 所以為什麼上個星期我們特別要強烈的要引戒這個泰國的前身皇 他所教的這個微笑波羅蜜 微笑就是喜悅 而且我們特別強調整個大品波羅經 也就是整個大制度人 他所要詮釋的一個核心的法門 就是微笑波羅蜜 所以在大品波羅經從一開始 講到菩薩的氣質怎麼形容 西宜微笑藏鮮問訊 就是說你內在充滿了喜悅 因為喜悅所以你自然會有微笑 因為微笑所以什麼 你的人際關係什麼 就是見到人總是先善意的表達 我對你的接納與尊重 您再唸一次好不好 第七 六七 六跟七 六 控制心 使心得到懈脫 方法九與十二 七 為了觀照諸法之本性 而進行觀察 方法十三與十六 好 謝謝 這一部分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七大類 是從一個地方開始就隨息 就是注意力從呼吸開始 呼吸是我們最重要的 禪波羅蜜的切入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 深受心法四念處 深受心法四念處 所以慧琳補長 你把那個深受心法四個字 用紅字把它標示出來 好 所以這個講的 因為這個分裂不是重點 這個分裂是一行禪 是為了幫助我們了解的一種善巧方便 但是你會發現整個根本 就是從環道的呼吸做根本 所以佛陀選擇呼吸 來作為我們的禪修的一個根本方法 有幾個很明顯的理由 第一個 從我們生下來 讓我們離開這個世間 一起生命的結束 離不開呼吸 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貫徹生與死的一種 永恆離不開你的修行方法 第二個呢 呼吸是不加外求的 只要我們所謂一息上存 我們就可以保持在那種修行的狀態裡 修行的受用的狀態裡 所以這個是非常大的善巧方便 不需要你玩什麼花樣 而且深受心法 已經包含了你的生命的四個最主要的面向 從你個人的身體開始 就你的震報 然後深受 你有身體就有感受了 然後心是你內在的心理活動 然後法是你跟外在的境界 你跟所謂內六根跟外六層之間的一種互動 所以深受心法就包括生命的全部 但是它的最重要的聯繫的關鍵 就在我們的呼吸上 也就是這個喜 所以那個 我們以後還有跟大家介紹像帕奥禪師的禪法裡面 它的整個修行方法就綿綿這個系統 也完全是從呼吸開始的 好 那麼那個王師兄 我們後面這一段說明 來請那個啟人菩薩來幫忙唸一下 啟人菩薩移駕一下好嗎 你說感冒還好喔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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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和出家人 必須知道怎樣去休息第一個 在日常生活中隨席和第四個主題 以禪月來滋養自己 每次坐禪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 從這兩個主題來修 只有在修完這兩個主題之後 我們才可以轉入其他的主題 每當我們注意到自己的 心轉變的腦怒散亂和不安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學習第五個主題 為了觀照獸而進行觀察 這一部分很重要 因為第一個主題就是 身受心法裡面的受念處 就是你這時候注意要開始注意你的感覺 這裡面一行禪師反覆強調就是說 修行人不要有說佛法是修心 所以敷練你的身體敷練你的感覺 其實感覺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情緒就是我們的心理活動很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身受心法 大家跟我念一下 身受心法 四個面向同樣的重要 所以你要在整個用功的過程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跟你不相干 是你現在在學禪波羅蜜 然後我們學禪波羅蜜 就離不開身受心法這四個念處 什麼叫念處呢 就是我要用功 我要知道我把我的念頭放在哪裡 第一個要放在你身體 覺察到你身體的狀態 比如說我現在坐的姿勢不舒服 或者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身體覺得什麼天會有疼痛 或者說我呼吸的時候 我什麼氣息不是很順暢 我胸骨很悶 第一個 身念處 就是你要充分的覺知到你身體現在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 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覺得我感覺有點難受 這時候就要觀察你的受 因為受就是苦樂 苦與樂 或者不苦不樂 然後接下來怎麼 要觀察你的心的狀態 這時候就會涉及到你的情緒 那更複雜的部分 然後就更全面性 所以這個是呢 一行才是要提醒我們一開始 開宗明義就要強調這一部分 所以你看這裡面也想說 每當我們注意到自己的心態變得惱怒 散亂不安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學習觀察 第五個主題也就是觀察受念處 大家跟我唸一下 受念處 慧玲可不可以把受念處 這個是再加強放大一下 受念處 對 請注意 觀察你的受念 受就是你的感覺 然後呢 請同學們注意一下 這個控 第六個控制心 這個控制不是最好的一個表達 重點不是控制 因為整個禪波羅密的修行 不強調任何控制 不是要控制呼吸 不是要控制你的感覺 不是要控制你的情緒 不是 是覺知 就是覺知 就是照明 沒有控制 但是呢 因為在英語的表達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好像就是control 這個字就是控制 其實我覺得 它的本質就是一種覺知 因為你一覺知的時候 它不是控制 它就已經讓你 那個狀態是在你一個 你能夠掌握的 你能夠處理的狀態裡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好 再請繼續 第七個主題 是通向了了身托死的大門 所有大智者 都必須通過這個道門 這個主題是佛陀給予我們的 最好的禮物 前六個主 等一下 這個第七個主題就是 慧玲 法念處 我想以前有跟同學提過 在佛教的所有的明相裡面 含義最廣的那個字就是法 達阿瑪 然後法這個字的這個定義啊 在我們中文裡面 定義的最好的 就是玄壯大師的 最重要的弟子 魁姬大師 魁姬大師 魁姬大師把法這個字 定義為 定義為 法者 鬼瓷為意 什麼叫鬼瓷啊 鬼就好像一個模式 好像有一個 鬼到那個軌跡可行 有它一個基本的form 然後詞是什麼 是這個form 這個格式呢 它是可以保持的 有持續性的 它不是永恆 但它至少是可以有持續性的 所以叫鬼瓷為意 它的定義就是鬼瓷 那麼這個你知道 春夏秋冬 它有它的模式 春夏秋冬 有它的一個 一段時間的一種持續性 比如說春天也許它越來越短 可是它還是有一段時間啊 它有一個季節的一個節奏啊 所以這個法是整個佛教所有名相裡面 名詞裡面最廣義的 所以我們講 什麼叫六根啊 什麼叫六成啊 什麼叫受想行事啊 都是廣義的法的範圍 那麼因此呢 一行才是在這裡告訴我們 法念處是佛陀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因為它讓我們認識這個世界 它讓我們認識這個概念化的世界 然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一個 內在的因果秩序 會有一個更完整的全面性的理解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今天學習的話 或牽涉到這麼多名相 這是一個主要的這個理由 好 請繼續 這個主題是佛陀給予我們的最好的禮物 前六個主題 既包含了指 也包含了官 但是第七個主題更強調官 只有在我們已經有使心稍穩定的專注能力之後 我們才應該開始修這一主題 這裡的意思 謝謝 這裡的意思一行才是提醒我們 就是說 這整個 安般所欲經裡面 講到我們的通過呼吸 來進行的禪修的方法當中 分成七類 前面六大類 有指有關 譬如說 現在請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我們後面馬上要跟他講具體的方法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通過我們對呼吸的注意力的集中 然後把一些妄想妄念讓它停下來 這就屬於指的部分 但是指不是唯一的目的 也不是最終的目的 因為指的同時它一定會有關就會升起 因為我們停止了這些妄想 所以我們自然而然的 我們的關也壯大了 關的能量也出現了 但是一行才是在提到 前面的這種 七大類當中的前面六大類 你會發現 其中有指也有關 有時候指多一點 有時候關多 但是第七類就是法念處這部分 請你回到四個念處 但是當你回到法念處的時候 請記住 法念處是全面性的 所以法念處的重點就是放在關的部分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一個定義的分裂 那麼請你接下來念 關照的第一個主題 關照的第一個主題 在日常生活中隨席 消除思念和不必要的思慮 入席 等一下 方法一 方法一 方法一之二 對 那麼這裡面 我們之前有跟同學們練習過 我們在觀呼吸 就是這種 以呼吸作為重點的這種 安般所益的這種修行方法裡面 我們重點只有放在四個 但是也可以再加兩個 那是後來的 那麼現在請那個 行人菩薩來念一下這一段 入席 吸氣 他知道他在入席 出席 呼氣 他知道他在出席 入席常時 他知道我入席常 出席常時 他知道我出席常 入席短時 他知道我入席短 出席短時 他知道我出席短 謝謝 這一段話告訴我們 整個以呼吸為重點的 安般所益經 一開始用功只有四個重點 第一個 我吸氣的時候 我知道我在吸氣 第二個 我呼氣的時候 我知道我在呼氣 然後第三個 我吸氣的時候 我這個氣息比較長 我知道這個氣息比較長 然後第四個 我呼氣的時候 我知道我在呼氣 然後不但如此 而且我呼氣的時間比較短 我知道比較短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吸跟呼 然後長跟短 重點這只有四個 那麼之前帶同學們練習的時候 我們還提醒大家兩個 一個是什麼 肚子的膨脹跟縮縮 就是我們在泰國 做這種禪修練習的時候 它用英文叫做 Rising and Falling Rising就是肚皮膨脹 然後Falling就是整個肚皮向內縮縮 所以 這個 請記住 在這裡面就發現 跟我們 漢傳佛教常用的一種 蜀席 那個蜀 是沒有 我沒有反對這個蜀席 但我意思說 在原始佛教佛頭的交法裡面 並沒有把蜀席放在這個裡面 這是讓大家有一個了解就好 好 那個 謝謝 謝謝齊仁菩薩 後面這一段 我們用了時間的掌握 我想請慧玲菩薩來幫忙念一下 好嗎 感恩 感恩 我們每一次齊仁菩薩念都中計十足 好厲害 對 本書的大部分讀者 不是生活在森林中樹下或寺院裡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自己開車或等候公共汽車 或在辦公室或工產裡工作 在電話中交談 打掃房間 做飯 洗衣服等 等等 因此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學習在日常生活中 休息安斑手藝 再說一次 安斑手藝 安斑就是呼吸 手藝就是正念分明 就是我們在學習這種呼吸的正念分明的時候 好接下去 通常 當我們從事這些工作的時候 由於我們的思緒四處漫遊 我們的喜悅 憂傷 憤怒或不安就會隨之升起 儘管我們活著 我們卻不能把自己的心帶入當下 因此我們活在思念中 那麼這是重點 我希望同學們我們今天 這是上次帶大家練習 然後今天是在跟大家講這一個 用功方法的一個思維上的要理 我希望同學們能夠做到一件事情 從現在開始 二十四小時之內 你能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 吸氣的時候 我知道我正在吸氣 呼吸的時候 我正在呼吸 同學們這個容易嗎 可以 可以嗎 我請問一下 明正兄這個練習有沒有困難 重點 我現在講你當然知道了 重點是說 你能不能把這個注意力持續 譬如說 如果你一分鐘之內 我一呼吸 我能夠保持我的覺知 然後你慢慢把它擴大成為 五分鐘 然後慢慢就把五分鐘 擴大成為十分鐘 慢慢擴大成為 我吃一頓飯的時間 我的注意力沒有離開我的一呼一吸 你了解我現在的意思嗎 同學們 如果你現在願意做這樣的練習 從一呼一吸到五分鐘 我做到了 加上把時間再延長 十分鐘我也做到了 然後再把我吃一頓飯的時間 我也做到了 然後再把我從 家裡走到辦公室那段時間 我也做到了 同學們 禪波羅蜜就真正上路了 因為這個方法是佛陀教我們 最具體的方法 一行禪這只是把 安般所欲經的這個要領 用白話跟我們說明而已 四位菩薩 你要不要試試看 洪君 你在中台山的時候 我們做熟習 這裡叫水洗 它意思是一樣的 你分享一下你的體驗好嗎 麥克風 因為 在禪堂上都是 以靜坐為主 所以比較容易觀察 所以注意自己身體 的呼吸是比較容易 可是 你是老餐 問你這個問題問得太淺 那個慧玲菩薩 當我提起正念 守住我的呼吸的時候 我清楚我在習路 這是我分別我習路 當我清楚我呼出去的時候 我知道我習出 我也知道 我也很正直的知道 我分別我呼出習出 那就在習路習出中 我就這樣提起的正念 其實這個還是 我跟程式的交涉中的一個分別 但是我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是在習路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是在習出 那這都是我內心 我心的一個分別 我沒有聽懂你後面一句 你是在念那個稿子嗎 沒有沒有 就是我會關照這個呼吸 回到明正兄 你覺得這樣的一種方式 你要不要花一點時間去練習 就像我們說起床的時候 或者睡覺以前 你只要練習五分鐘到十分鐘 剛剛洪金講的是 可能在禪定的時候 在做禪修的時候 比較容易 平常真的要 要刻意來練習 但是我來試試看 很好 就是要試試看 應該是可以 其實是用到目前為止 你這樣的方法常用嗎 好好用 我在修的時候才用 你在做禪的時候才會有 我覺得這樣 大多數的同學 可能都是 就是說進禪堂 或者有老師在指導的時候 你會這樣的反覆練習 但是我們現在建議大家 就是說 我怎麼樣把這樣的方法 把時間拉長 你就說 我今天都要做到百分之百的 我想 開始這樣的自我要求可能會 有困難 然後這個困難可能會造成自我的臭敗感 所以我們也建議那個 幾人菩薩就是說 你試試看 我每天有一段時間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 請 麥克風 我平常都是喜歡念佛 有事沒事我就一直念一直念 想起來就念想起來就念 那麼呼吸跟念佛 我是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嗎 那當然 我嘗試用這種方式 我再嘗試可以 因為老師您講的方式 好像只是呼吸 可是我習慣用念佛 我把這兩個方式融合起來 你如果習慣念佛 要領是一樣的 很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我們可以從 我們可以從 絕躁呼吸和水洗來開始 吸氣 呼氣時 我們 我們知道 我們在吸氣 呼氣 我們可以 微笑著斷言 我們是我們自己 我們能夠 自控 通過 對呼吸的絕躁 我們可以 清醒的活在 當下 並且能夠 感知到 當下 通過 專注 我們已經 建立起了 指 也就是定心 寥寥分明的 呼吸 能夠幫助我們的心 停止在混亂 和 永無休止的 思慮中漫遊 我們可以 根據本經的指導 在 隨時的過程當中 來完成 大多數 日常活動 為了避免混亂 和事故 當我們的工作 需要給予特殊 注意的時候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把 寥寥分明的 呼吸 與工作 本身 配合起來 比如 當我們正 端著 一鍋 廢水 或者做 電氣修理的時候 我們可以 絕躁自己的 手的每一個動作 而且我們可以 通過 呼吸來支揚這種 絕躁 呼氣 我知道 我的手 正端著 一鍋 廢水 或者 吸氣 我知道 我的右手 正拿著 一根 電線 乃至 吸氣 我知道 我正在 超車 呼氣 我知道 情況 很 安全 我們可以 這樣練習 實際 實際上 僅僅把 絕躁呼吸 和需要 特別專注的 工作 配合起來 是不夠的 我們還必須 我們還必須把 寥寥分明的 呼吸 以我們身體的 一切動作 配合起來 吸氣 我在 我在 坐下 吸氣 我在 擦桌子 吸氣 我在 對自己 微笑 吸氣 我在 升爐子 停止 停止 散亂的思慮 停止 生活 在 思念中 是向 禪修的方向 跨出了 一大步 我們可以 通過 隨習 通過 把 呼吸 以對日常活動的 觀照 配合起來 來實現 這一步 停一下 謝謝 現在大家 注意一下 一醒 殘肢 因為這個是一個文字的敘述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你 對你每一個動作要貼一個 概念化的標籤 如果你這樣的理解 你就再做一件 庸人自饒的事 我要強調這句話是因為 這只是一個文字的敘述 文字的代理 並不是要對你每一個動作 做這麼機械化的標籤 尤其是概念化的標籤 這一點請你注意 這個只是說 你要養成一個習慣 譬如說 我只是覺知到這麼一件事情 我覺知什麼 因為我自己知道 譬如說我剛剛講說 我要做一次深呼吸 然後我就有一個深呼吸 我就對我的深呼吸 保持那一份全然的覺知 這樣就夠了 我不需要一邊深呼吸 然後一邊告訴我自己說 我正在深呼吸 這個就有點化舌天主了 同學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很多人在用 中一行常之的方法的時候 他常常是通過文字的敘述 然後去做這樣的練習 結果養成了一種不必要的習慣 那個不必要的習慣就是 不斷的把自己的行為 然後給以概念化的標籤 而這個事情是多餘的 重點是在於 我覺知到我每一個動作 譬如說 我如果我的手要舉起來的時候 我非常有覺知的我的手舉起來 而不需要說 我手要舉起來 我正在把我的手舉起來 你就貼一個標籤 你懂我意思嗎 你把那個行為 本身不斷的標籤化 這個沒有必要 我要提醒大家 否則你會很累 就你做這樣的練習 你是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多了一件不必要的事情 表面上好像 你對這個行為的覺知增強了 可是那個增強本身只是 養成一種不必要的一種 貼標籤的習慣 我想這一點 我希望同學們能夠理解 你只是非常清楚 你可以因為什麼 因為殘求中的覺知 是不需要概念化的 概念化就是你不斷地變成一個 譬如說我正在舉手 我正在開車 不是這個意思的 他只是說我在開車 我知道我覺知到我正在開車 這件事情 重點是這個event 這個事件 而不是這個事件本身的 概念化的意義 我想這一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否則你用一型男子這個方法去修行的話 你會變成一個很累的人 很緊張的人 那不必要 有這個問題 慧玲你明白我現在講的意思嗎 請接著 有一些人 僅僅 你有沒有聽到慶的聲音 那你听到亲的声音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要不要贴标签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听到亲的声音 然后你就告诉说 我听到亲的声音 我其实告诉你 这又是贴标签 你懂我意思吗 我只是很清楚 我听到了亲的声音 就这样子 请你记住 我现在给你的这个提醒 我就是听到亲的声音 然后我对这个听到亲的声音 我保持百分之百的觉知 但是请记住 不需要把它概念化 不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文字的标签 好像我在对我的每一个行为 要拍个照 我对我的每一个动作 好像我要去写日记写笔记 没有必要的 这点请大家注意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 在学一型材质的采访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所误解的 会点请 有一些人仅仅因为不能 请你可以念的 那个节奏比较有点残味吗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仅仅因为不能 你念的有残味一点 有一些人 仅仅仅因为不能停止 无谓的思虑 结果无法拥有安详和喜悦 甚至变得精神错乱 为了使他们的思虑 能够停止下来 他们被迫服用安眠药 来让自己露睡 但是 即使在梦中 他们仍然感到恐惧 焦虑 和不安 想的太多 会导致头痛 并使你的精神生活 变得更贫乏 这个文字看起来是好像 叙述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社会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刚刚要出门 要来上课之前 就听到两个大老板 讲他们失眠的问题 然后再交换意见说 要吃哪一牌 哪一个牌子的安眠药 比较有效 这种人很多 就是因为这种生活里面 充满了太多不安 不确定的焦虑 连睡眠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变成是一个很辛苦的事 我就跟他说 我们美国一个大老板 有一次到我们郊西 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就说 你去泡个温泉吧 泡个汤吧 他其实从来不愿意 在别人家泡汤的 就用人家的浴室 我就跟他说 我们这个温泉非常的好 这是美人汤 就对皮肤特别好的 然后就这样的一种信任 他就去泡了一汤 泡了几十分钟 结果呢 他每天本来要吃大量的安眠药 从此不吃药 我就把这个经验 跟这两个大老板 刚才我出门的时候 跟他们两位分享 不可能吧 他不相信 所以我现在只是告诉说 睡觉本来是一个人的本能 最辛苦的是睡不着 就变成你的本能 变成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还要靠着药物让自己睡着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 就是说太多无畏的焦虑 而且可能如果你一不小心 连休息都变成一种焦虑 这个就不必要了 因为我们今天上课 晚了18分钟开始 然后中间休息又长了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下课的时间 是一定9点35分 谢谢 你能把随喜两个字放大吗 对啊 就是把这两个字的声音 放大一点 通过随喜 通过把有意识的呼吸 与日常活动配合起来 你就可以斩断妄念之流 点燃洁悟之灯 对于出息 这个话我们来稍微补充一下 通过随喜 随喜 随喜的意思 因为这是文字的翻译 就翻成中文 就是随着你的呼吸 而保持正念觉知 那么这里说通过有意识的呼吸 我写了 也许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通过有感觉的呼吸 现在所有讲的事情 就是告诉你 你要呼吸得很有感觉 走路很有感觉 吃饭很有感觉 我的口头禅是 我对禅波罗密实践的口头禅就是 感觉就是觉 大家跟我念一次 感觉就是觉 感觉就是觉 所以我们学佛不要变成稿木死灰 我们在学禅波罗密的时候 不要变成稿木死灰 变成一个没有感觉的 麻木的 这是不对的 重视你的感觉 但是不要执着你的感觉 对感觉要有感觉 但是不要执着 但是不要执着 这是我们禅修的要理 会员请 对于出席和入席 寥寥分明 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任何人都可以休息 即使你生活在寺院或禅修中心 你也可以这样休息 在日常活动中 把寥寥分明的呼吸与关照 行住坐卧 工作等身体的动作配合起来 是培养定力和生活在正面中的 一个基本修行 在坐禅的前几分钟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呼吸 如果有必要在整个坐禅期间 你可以继续前神贯注的随席 太好了 大家今天几分都念得非常好 那么我在这里要做一个 今天我们这个上课的一个总结 然后特别是对下个星期 上课我们主正兄的这个副讲 那么我也带着非常高度的期待 那么因为一行财师 2011年到台湾在农训中心 办的那一次财秀 在我的体验当中 是非常殊胜的 非常殊胜的 很多人得到了莫大的受用 所以这一点 我常常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 或者我每一次在看 那个记录的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对主正兄还有他整个团队的 这种奉献 我是非常感恩的 然后 因为我常常强调说 其实我们学习的方法 特别重视传承 就心火相传那个东西 所以在那一次的禅修里面 你看一行禅修那个时候很健康 现在是中风五年了 那个时候他很健康 他每一件事情 包括这里面有很多的翻译 他当时亲自用中文写在黑板上 所以我希望那个红军你帮忙一下 就把那一段录影 很清楚的 我希望在卢正兄互讲的同时 能够把那一段录影呈现了 大概有二十几分钟 这是非常殊胜的 我听一行禅修讲这个官夫妻十六妙法 就是这个安班手艺经 我听过四次 然后有一次是我帮师傅翻译的 就是在云门市 就广东的云门市 师傅在讲的时候 当时请我做翻译 然后也是师傅亲自用中文写在黑板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 然后我希望卢正兄你辛苦一下 做好准备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 对您自己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为了呼应上个星期 跟大家提的一个思维 始法已方便 莫忘根本 有时候我们怕风筝放得太高 断了线了 这很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鼓励大家 回到根本 而且回到生活中去观察 所以我今天有两点结论 第一个 上个星期跟同学们推荐的 泰国前生活所叫做微笑波罗蜜 每天起床之后 洗脸刷牙之前 请你对着镜子 笑一笑 你要开始跟你自己的 那个非常的 本然天真的那个面孔 展开微笑 不是要强调自我迷恋 不是要强调自我迷恋 而是强调你如何面对自己 而且要做一个 有能力微笑的人 第二个呢 我们向同学们 养成一个习惯 在未来一个星期当中 每天给自己 五分钟的练习 五分钟的练习 就是我在这五分钟之内 我有办法随习正念 正念随习 我可以告诉诸位 我从我高一开始 因为陈怡尊老师的关系 所以我有得到南昂吉老师的传承 我几十年 你看 几十年过去了 五十几年了 我这样的练习 这样的持续的这种用功没有停止过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 就是说在那么小的时候 有机缘 因为我这位陈 陈是那个礼陈的陈 就是陈老师 这样的一个因缘 我可以从南老师学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呼吸的一个方法 随习正念 正念随习 慧玲 你把这四个字写 打一下 那么请同学一起来念一下 随习正念 正念随习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跟大家强调 这一部分回到根本 是因为在天台中 智者大师的六庙门里面 第一个是属习 第二个是什么 随习 就是属习只是一个前方便 重点是用功的重点在随习两个字 这一点了解吗 就是说正念随习 随习正念 这才是我们用功的真正的重点 不要过度地把它放在属习上面 因为属习是前方便 就帮我们射心 可是不要把那一个对呼吸 不能贴一二三次的这个数字的标签 变成你一种固定的习惯 而以为是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用功的效果 这个调整一下 这个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好下个星期见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至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摄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不如是 摄例子 是诸法空想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耳鼻舌身意 无色身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自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镜 乃自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无苦疾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亦波罗蜜多故 心无寡爱 无寡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紧涅槃 三思诸佛 以波罗波罗蜜多故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罗波罗蜜多 四大神咒 四大明咒 四无上咒 四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耶 请大家跟着我念 kāthe kāthe pāra kāthe pāra samkāthe bodhisvaha kā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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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āra kāthe pāra samkāthe bodhisvaha bodhisvaha 大众各自回向 大众各自回向